明星嫁富豪的新闻早已屡见不鲜 甚把女明星们的分手废之后才知道 哪怕被家暴 他们也要绞尽脑汁嫁富豪的原因了 一张雨琪六百万 张雨琪作为一位高颜值新女郎 她的感情经历却并不顺利 两段婚姻都已离婚收场 张雨琪除了现在这两段比较出名的婚姻之外 以前还和汪小飞谈过恋爱 最近汪小飞和大S的离婚事件传得沸沸扬扬 可能明星们的私生活就是这么备受关注吧 此前张雨琪和她的分手之事也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 张雨琪和汪小飞在2009年恋情当时轰动一时 在恋爱早期 他们两个人还是比较甜蜜的 经常秀恩爱 尤其是在汪小飞遭遇车祸之后 张雨琪还特意去陪护她 可没想到连已经同居一年半了 还是走向了分手 可能主要原因就是性格不合吧 张雨琪性格火爆 王小飞也不是轻易让步的人 据说他们在吵架时还大打出手 王母知道后不想让儿子受委屈 直接给了张雨琪600万让离开 他们谈恋爱的时间不算太长 这比分手费算是比较高了 张雨琪二婚嫁的也是一位富豪 她可能知道了嫁给富豪 就算分手也不会亏待自己的 二谢娜800万 现在谢娜和张杰的感情很甜蜜 是很多人羡慕的对象 但是在拥有这么幸福的生活之前 谢娜此前的生活过得也是有点坎坷的 她和刘烨还有过一段失败的恋情 他们谈恋爱时两个人都出出茅庐 但是当时二人感情特别好 起初刘烨的事业并不顺利 两个人互相鼓励 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期 后来两个人的事业都发展起来了 开始慢慢走红 见面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了 慢慢就分开了 当时刘烨感觉有愧于谢娜 为了表示自己的歉意 给了800万的分手费 谢娜陪刘烨度过了人生低谷 却无法陪她功成名就 也许钱财是无法衡量他们曾经的真情的 三 玛雅书100万加6套房子 吴奇龙和刘诗诗的婚姻是娱乐圈的一段佳话 此前他和玛雅书也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 在2001年 他们二人因为合作电视剧而认识 当时玛雅书外表温柔大方 处于低谷气的吴奇龙被深深吸引了 两个人在剧组日久生情 并将感情延续到了现实 没有多久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与玛雅书结婚的时候 吴奇龙才还完债并不富有 两个人连婚礼都没有举办 婚戒还是女方刷卡买的 可是没想到二人的婚后生活并不幸福 因为都是演员的缘故 他们聚少了一多 两人的感情渐渐的就淡了 吴奇龙在采访中还透露 结婚以来两个人在一起 睡觉的时间都不超过五次 最终这段婚姻仅维持了三年 据说离婚后 吴奇龙给了玛雅书100万 还有六套房子 四 礼香一栋豪华别墅 前不久李香和王月伦离婚一事 让人唏嘘不已 也许有人不知道 在这段婚姻之前 她和李厚林结过婚 李厚林被称为钻石王子 她交往过的女朋友 多都是女明星 外界传闻 李香插足了她和秦海璐的感情 在秦海璐去拍戏的时候 他们在一起了 没多久居然闪婚了 不过这段闪婚的婚姻仅维持了几个月 可谓是闪婚闪离 近待吃瓜群众 他们分手的原因有各种说法 有的说因为南方快要破产了 有人说南方家暴 离婚后李香分到了一栋别墅 要知道明星的一栋别墅 也是价值不菲呢 几个月的婚姻就能得到一栋别墅 看来女明星们真的很会投资 三 车小 三亿 2010年 车小嫁给李肇慧的新闻 轰动了整个娱乐圈 要知道李肇慧曾经是山西首富 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富豪 他们的婚礼十分风光豪华 各种豪车数不胜数 参加婚礼的也都是业内的名人 据说这场婚礼花了有五千多万 李肇慧的外表并不突出 人们不理解 年轻貌美的车小 为什么要嫁给他 在外人看来 他们是不匹配的 果然这段婚姻仅维持了两年 这对夫妻在离婚时也很有热度 因为据说南方给了车小三亿分手费 对于普通人来说 三亿是天价了 但是女明星可以轻易通过一场婚姻拿到她 这样的豪门哪个明星不爱呢 4.陈玉玲 三千万 陈玉玲本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演员 和知名演员吴秀波的恋情让她红了一把 吴秀波此前在娱乐圈里的口碑不错 是很多女生心目中的男神 没想到有一天 陈玉玲曝光了两人的恋情 要知道吴秀波是已婚人士了 这消息一出 娱乐圈马上炸了 吴秀波这位男神瞬间跌下了神坛 被很多人谴责 陈玉玲表示 吴秀波出轨让她遭到了背叛 她破罐子破摔 还揭露了男方的许多事 男方为了平息风波 答应给她三千万的分手费 后来男方要求女方回国商量相关事宜 但是没想到 当她回国后 在机场就被逮捕了 原来男方以敲诈勒索罪报了警 这件事当时在网上一片哗然 虽然吴秀波的做法令人感到可耻 但是女生的结局也不值得同情 本来想让男方身败名裂 结果没想到把自己搞到监狱去了 这三千万的分手费拿得不值呀 7.梁洛诗 5亿港元加一栋豪宅 影后梁洛诗和富豪李泽凯的恋情 在娱乐圈里广为人知 梁洛诗身材高挑 面容较好 深受李泽凯喜欢 她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和男方在一起了 21岁时为她生了第一个儿子 后来又生了两个儿子 但是没想到 就算她为李泽凯付出了这么多 也没能被她明媒正取 深知南方不能给她一个身份 生性倔强的梁洛诗选择与她分手 她得到了5亿港元和一栋豪宅的分手费 梁洛诗为南方生三个儿子 都未成为李太太 她也一直因为这个原因被人们耻笑 她赌上了青春和名誉 最终得到一笔可观的钱财 这样值吗 8.勒杰尔 3亿加5亿资产 勒杰尔是混血女孩 长相十分有特色 有种别样的风情 她在当模特的时候和李明相识 李明对她印象很深 李明和舒奇分手后 慢慢地和乐杰尔走到了一起 两个人谈恋爱没多久就结婚了 乐杰尔成了众人羡慕的女生 婚后李明十分宠爱她 在婚姻期间内给她花费了约有7亿 乐杰尔天生活泼 婚后也不安分 经常玩到很晚才回家 还与男性有人举止亲密 时间长了 李明再也无法忍受 就和她提出了离婚 她分得了李明3亿和5亿资产 可谓大赚了一笔 就张伯芝9.5亿 张伯芝和谢霆锋 王妃三个人之间的感情纠缠 一直被大家津津乐道 她和谢霆锋相逢在美好的18岁 在谢霆锋和王妃分手后 他们二人在2006年走进了婚姻殿堂 本来他们的婚姻生活挺幸福的 还生了两个儿子 但是2008年仪式改变了这一切 当时谢霆锋选择保护张伯芝 还在媒体面前为她解释 但是没想到 2011年张伯芝和陈冠希的拍照事件 让他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本来2008年的事 已经让二人的婚姻岌岌可危了 再加上这件事 男方提出了离婚 离婚时 谢霆锋也挺大方的 给了她9.5亿的分手费 10.邓文迪 126亿 接下来看到 邓文迪的分手费 你会感觉前面的简直不值一提了 邓文迪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子 她从山东的一个普通家庭 走上了美国上流社会 邓文迪很有魄力 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并努力得到她 在美国她和许多富豪权贵交往过 凭借与他们的关系 让自己得到提升 给她带来人生转折点的 是她和世界传媒大亨 莫多克的婚姻 她和莫多克在一次机缘巧合下相遇 然后她步步为营 抓住了莫多克的心 莫多克在1999年 与相处30多年的妻子离婚 和邓文迪结婚了 2013年 南方因为邓文迪出轨而与她离婚 离婚后 邓文迪还获得了18亿美元的财产 折合人民币126亿 这笔巨资让她身价暴涨 很多人比她靠男人攀爬的做法 但是在她看来 只要能得到自己想要的 其他的都不算什么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女明星身价开始拿分手费来标榜了 看了女明星们的分手费 应该不难理解 女明星们就算陪上青春和前途 也要进来豪门了吧